虽说影视剧已像是由主演挑起收视大梁 但有时候精彩的客串也能成为灵魂所在 尤其是那些自带笑点或演技注重的演员 仅凭短短几十秒就能让人过目不忘 那么有效的客串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这里是瞎谈与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神级客串造就的名场面吧 对很多观众来说 没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周星驰的作品是一大遗憾 所以当他指导的《美人鱼》上映后 大家纷纷前往影院 补上了一张欠他多年的电影票 虽说周星驰并非主演 但整部片子还是处处流露着他那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 比如邓超和文章李尚正在警局对话的那一幕 当时邓超饰演的富豪刘轩因为遇到了美人鱼 所以跑到警局报案求助 文章李尚正饰演的警察听完后 先是战术后仰 再充当严肃的灵魂画手 即兴创作出了几个神奇物种 面对这两位搞笑而不自知的警察 刘轩只能切换到无能狂怒模式 继续重申自己的遭遇 这下可好 两位警察确认过眼神 便双双开始蓄力 最后成功释放出已经在嘴角隐藏多时的笑意 一个解释到自己笑是因为想起高兴的事情 他老婆生孩子了 一个变光明正大的抄答案 我老婆也生孩子 你们的老婆是同一个人 眼看逻辑鬼才刘轩合并了同类像 两位警察直接笑到憋出内伤 刘轩想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本以为事情就此截止 没想到刘轩前脚刚出门 后面就传来了默性的笑声 可再开门又只见两位熟放自如的警察 一本正经的战者 前有薛定谔的警局 后有薛定谔的记忆力 而这项技能的拥有者 正是夏洛特烦恼里的大爷 该片的男主角夏洛 由沈腾饰演 众所周知 沈腾是一个光站在那里 就能让人憋不住想笑的神奇男子 在这部主打搞笑的喜剧片中 他依旧稳定发挥 用标志性的审视幽默 戳中了无数观众的笑点 可没想到 他的这场搞笑之旅 意外迎来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那就是在门口闲坐的大爷 面对夏洛的提问 大爷瞬间变身为自节缓冲器 用一招反客为主 成功比风夏洛 虽说大爷的搞笑技能看起来十分专业 但实际上 他是拍摄地的一位真住户 只过来客串了几十秒 没想到竟造就了影史中的经典一幕 除了大爷外 这部电影里还有两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一是王志饰演的秋雅 二是影证饰演的袁华 前者靠惊鸿一瞥的美貌 盛起了校园女神 和泳装女神的双重设定 令人感叹连连 后者则是著名的BGM男 但凡出场 比有一件没相伴 当然偶尔他也会化身为 迪佩版海王 上演一出反向逆袭 后来两人又带着这层身份 到羞羞的铁拳里 客串了一把 王志还是那个又美又大气的秋雅 隐正还是那个 自带BGM出场的圆华 我们在出海口打野 远远地看见他飘在海面上 许章作为主演时 带来了许多口碑票房双高的电影 欢乐得有人在冢图系列 催泪得有我不是药神 而他担任客串时 也不乏各种名场面的诞生 在由雷佳音和佟丽亚领衔主演的 《超时空同居》中 他就凭借自带的谐星气质 缔造了全篇的高光时刻 不得不说 徐征在搞笑方面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熟悉的扯面表演到他这里 妙变十级行为艺术 看起来又高端又接地气 就和他的角色人设一样 存在着正经中夹杂搞笑的矛盾性 使得观众们看完电影后 纷纷封他为海底捞最会扯的员工 到了一出好戏中 他又做起了彩蛋担当 先是看黄渤和张艺兴 你来我往 疯狂吹牛 再用一通电话打断施法 让这两人瞬间变成 烟掉的菠菜 乖乖必卖 有时候客串的演员还会使用 哲鸣给观众带来一种梦幻 脸动的感觉 比如在电影版的 《微微一笑很青春》中 王思聪闪亮登场 以富二代的真身 和景博然 Angela Baby 演了段对手戏 胡哥也有过一段本名出演的经历 而和他对戏的是近东 看到这对组合 或许很多人的脑海中 都会浮现出伪装者的影子 毕竟当年 胡哥饰演的明台 近东饰演的明楼 王凯饰演的明成 刘敏涛饰演的明镜 这四姐弟可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让不少人深感一难平 没想到后来 近东和胡哥 在医疗题材的外科风云中 再度搭档 还用叫大哥的梗 实现了手动串戏 看着他们 观众们仿佛又穿越到了 当初看伪装者的时光 忍不住大呼 也轻回 而在爱情公寓中 胡哥用的身份 是与本质相同的明星 但名字是全新的迪诺 角色形象 也和以往迥然各异 属于那种 驰骋情场的花心类型 或许是因为难得看到胡哥挑战这种撩美高手 不少粉丝都纷纷直言 迪诺是胡哥演过最具质感的角色 能说情话 能撒娇 有种莫名的真实感 那么客串的演员除了能实现梦幻 脸的动外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或许此刻有人会说能成就新的经典 的确纵观过往的各大影视剧 不难发现有部分客串的演员 在短暂且有限的时间里 贡献出了最为惊艳的表演 刘诗诗就是代表之一 想当年邓超版《倚天屠龙记》上线 刘诗诗扮演的黄山女 只出场了两集 就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尤其是她脚踏黄林从天而降的那一幕 令人过目不忘 大呼惊艳 值得一提的是刘诗诗不仅气质出众 颜值在线 就连高难度的武打戏也完成得十分优秀 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赶紧利落 同样一枚取生的还有雪莉 在好友I.O主演的电视剧《德鲁纳酒店》中 她友情客串了一回《财阀孙女》 从初次登场开始 就把美颜暴击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身穿印花连衣裙时的她 如小公主般秀气典雅 身穿白色长裙时的她 又像误入城市的精灵一样 纯洁美好 仿佛世间的一切喧嚣都与她无关 碰到绿色套装加死亡口红的搭配 她也能完美消化 再加上一个灿烂的笑容 让人忍不住感叹 不愧是人间水蜜桃 此外这部剧里还出现了 和I.O演过步步惊心利的《雷准机》 四数CP在合作圆了一大批剧粉的梦 和I.O共同出演过制作人的金秀贤 也在这部剧的结尾惊喜亮相 带着斯文败烈的气质走出了六倾不振的步伐 明明演的是德鲁娜酒店的下一任社长 却给人一种黑帮老大的即逝感 首岛蓝色大海的传说 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起全志贤的美貌 李敏浩的帅气 又或者是各种唯美的玄景和浪漫的桥段 而在这之中 曹正世的客串表演也称得上是亮点之一 最终有一幕是他所饰演的美人鱼 柳正勋意外邂逅了同为美人鱼的沈青 随着眼神的交汇 两人成功对上暗号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柳正勋把沈青带到自己的工作小屋 并向他传授了神奇的赚钱方法 那就是拿眼泪化成的珍珠去卖 紧接着他又从搞笑担当转变为助攻小能手 和沈青上演了一段换装秀 还试图通过亲密的互动激发男主角的猝王属性 要说2021年哪部韩剧最火爆 由于游戏当之无愧 自从该剧播出后 各地就掀起了一股挑战同款游戏的风潮 片中的人物造型道具不仅 也瞬间成了爆款元素 几位演员的话题度高居不下 特别是友情客串的孔刘 该剧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 这次合作的契机源于自己对孔刘的拜托 当时他私下向孔刘邀约 今日两人在拍熔炉时结下了交情 孔刘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后来角色公布 孔刘这才发现自己演的是画片男 而且还要扇前辈李正仔的耳光 好在两人已经相识了十余仔 所以最后排出来 就是两位实力派疯狂飙息的效果 或许是因为孔刘演什么角色都能贴脸 不少网友还因此跳了戏 鬼怪里那位心软的神到了由于游戏里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山大嘴巴子的人 还有网友调侃 孔刘出演或许是因为能山里正仔耳光 如此看来 对演员而言 只要演技过关 表现亮眼 即便是短暂的客串 也能成为经典 尤其是在如今 烂片一抓一大把的情况下 很多水平不配位的明星 站着主角的位置 却又拿不出相辅的实力 最终不过是生产新的垃圾 比起他们那些贡献神级名场面的客串演员 显然更能收获认可和称赞 虾米家们 你们觉得哪位客串演员的表现最惊喜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客串桥段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